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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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經濟的發展呢 也給我們創造了很多機會 我們到這邊來同文同主 其實很多小台商 你只要懂得 挖到某一塊的生意 其實就很容易存活 因為這邊市場很大 昆山成就了台商 台商也成就了昆山 這是互相成就的 李宗盛 我叫吳順煌 我是2001年到大陸來的 我都不講我是台灣人 人家都不會發現 很多人說我的口音 已經沒有台灣口音了 大陸在九幾年的時候 改革開放 然後慢慢的這個效果 也顯現出來 那時候有大量的勞動力 有很多生意的機會 所以那時候大量的台商過來 我們公司也是其中之一 那時候我有兩個抉擇 一個就是 當時他們給我個Alpha 我就到順島去當廠長 一個我就是自己 當時就申請學校 我說乾脆去念書算 然後當時我的老闆就跟我講說 現在人家派你去當廠長 等你念書回來 還不見得有這個機會 這是說服我 他只派過來 這二十幾年來也發展得滿好的 我是2001年的7月到廣東佛山的 珠三角後來大部分是做什麼 做衣服啦 做鞋子啦 也有一些電子產業 但是電子產業最集中的地方 還是在華東地區 群聚在這裡 2002年的七八月 大概就一年的時間 我就帶著幾百人團隊 就到這邊看山來 我那時候搬廠 我是把整個廠搬掉 但是呢你又有客戶 要持續給客戶出貨 所以呢這牽涉的事情很多 所以我們來三百多人有坐飛機的 有坐船的 有坐火車的 有坐大巴的 全部集中到這裡來 三天後就出貨 你看這多麼難的事情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是對於那次的那個 整個計畫跟執行 到目前為止我都還 心裡很有成就感 2002年來的時候 就只有 這個叫K4嘛 K4 K5兩棟 其他都空的 然後我來的時候 然後從這個看出去 一片原葉 之後那邊有個中華園的拆遷房 其他看過去完全沒有房子 高鐵啊什麼都沒有 結果見證了這個二十幾年 這個發展 我們這個廠區呢是 2000年的時候蓋的 1516年的時候 作為是整改 改成現在目前這個樣子 左手邊那兩棟呢 是17年開始蓋的 蓋了四五年才蓋好 然後已經開始啟用了兩三年 那這個蓋好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就是 好像一個三合院一樣 我們叫明堂喔 非常開闊 那看起來就是心框神怡嘛 也代表我們這個 國際新公司的一個格局 這邊有兩個廠 八歸類來講的話就是 一個是汽車相關的 汽車的前裝市場 後裝市場都有 另外就是 IoT就是物聯網 相關的產品 那我們現在也有幫一個 國內很大的這個 物聯網的這個模塊的公司做代工 所以 一個很簡單的數字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是 百分之百 是奶料加工外銷 到現在我這兩個廠的 整個的 工作的內容 這世界上百分之三十是出貨 百分之七十都是做國內的生意 這很符合現在大陸整個發展的潮流 我們已經採用這個 用了快十年了 我們採用很早 所以看起來有點舊 我們是最早用 AGV的一個公司之一 節省的能力是相當的驚人 我們從2002年到現在 我們真正生產的產品 已經經過了幾次迭代 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很多事業的轉變都是 我在看到整個環境變化之後 我主動的去跟總部建議說 我現在想做什麼 想改變成什麼樣子 一個好的經理人 就必須要為這個組織的成長 自己要先負責的 而不是等待別人的指令 這就是典型的組裝 產品組裝 從這個板子 我們打好的板子 做一些前加工之後 就從這邊開始做 整個系統的組裝 成品的組裝從這邊開始 挑戰跟技術是一直伴隨著 總體來講 台商早期的時候 帶了經驗過來 像我們這些人 就是帶著經驗過來的 那慢慢的 這個經過二十幾年的 這個培養了很多 本地的企業 輕出於然 勝於然 越做越好 所以你說是技術嗎 當然是技術 因為新的本地的企業家 帶動了整個市場的進步 挑戰就是這些 帶動市場進步的這些 新的競爭者 也是會給你很大的壓力 你必須與實際性 從成本 從品質 你都要能夠跟他們競爭 付證是在哪裡 在那個揚美的那個 付證事務所啊 就那個小山丘上面嗎 那很近啊 一直認為自己是個 就是炎黃子孫啊什麼的 我有兩個兒子 因為我在這邊工作 他們有時候寒暑都會過來玩 我也帶他們去玩 其中有一個兒子 也在這邊工作 也認識這邊的姑娘 也娶了這邊的兒媳婦 也娶了這邊的兒媳婦 所以說非常的本地化 我是應該是 兩岸一家親的典範之一 我現在將近60歲了 我其中有 我人生最精華的時間都在這裡 我也在那邊買房子啊 那未來我的兒子也很可能 我會讓他在昆山生活 因為他娶了這邊媳婦 下一代 下下代可能都在這邊生活 所以說昆山的第二部箱 一點也撲一撲 我覺得昆山 從一個小小的縣級市 幾十萬人口 到現在 一輪人口兩百多萬 那跟大量的台商 到這邊來設廠 賺很多外匯進來 就更多人進來 就造成一個良性循環 所以我說是 昆山成就的台商 台商也成就昆山 所以互相成就的 就是 兩位 找回省 一些人 人員 事賺